藝老師 張會長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好 我是第21屆初級班學員 李錦棠 我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有一個親戚 是我媳婦的弟弟 我媳婦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突然叫我 她說她弟弟進入急診室 我甚麼事 她說她都不知道 我約了時間去看她 但她說不行 現在進入深切治療部 要進入多久 大家都不知道 等她出來才可以進去看 第五天 她通知我 她說今天出了 去私家病房 當晚我去探望她的時間 看到她整個人躺在這裡 沒力氣 腳可以動 上半身完全不能動 我很奇怪 我問這個病是甚麼病 剛剛有一位姑娘 叫她吃藥 我問她是甚麼病 我都未聽過 叫重症肌無力 重症肌無力 應該全身不能動 但她不是 只是沒有問題 不是 上半身是軟了 她看著她的情況是甚麼 她又瞇著眼睛 只瞇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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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著眼睛 她太太鬥她的手給我看 兩隻手 十隻手指 每隻手指 只有一隻 兩隻可以伸直 其他都會鑽起來 不行 我便想 這樣怎麼辦 醫生都沒有說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症 我約了第二天 再去看她 第二天去看她都是這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了 我便試試看長生學 看看真的能不能動 我便跟她做 她既然是這樣的 我便把床剔高一半 讓她可以靠在這裏 打側身地跟她做 先做個頭 因為她的眼睛不睹大 她跟我說 她說 如果想抬起頭 就要用兩隻手才抬起頭 我便跟她先做個頭 師七 師五 師六 喉嚕 她跟她做 大約每個做二十分鐘 做完 師四 心臟 做完 又是二十分鐘 做完 師三 師二 跟她做 做完 手不能動 按她的手 跟她搓手 慢慢按 慢慢按 大約整個過程 做了二十分鐘 看見她很遠 她人也很遠 不是想動 休息一下 沒辦法 第二天又去做 又是這樣的情況 跟她做 今次看她 好像有些感覺 但還是動不了 去廁所 去廁所也沒有辦法 她太太也沒有辦法 跟她去廁所 沒有辦法 第三天再去 第三天去到門口 還未入病房 她太太在外面攔著我 很高興 她的眼睛睛大了很多 手指有八成可以伸直 咦 我說真的 是嗎 我說這麼緊要 她說是 我立即進去看她 那樣的時間 她的手可以扶得到床邊 壓高一點點 咦 我這樣真的有些辦法 不管了 再做長生學 跟她做 又是做了兩個多小時 那第四天 再去看她的時間 她很開心 她太太真的很開心 她可以起身 扶著她 可以走多去洗手間 那時候我真的很高興 很高興 因為我當初學長生學的時間 我是不知道有些國會 朋友說 介紹我 我報了名字 我和你報了 你試試看 那樣的情況很開心 原來我真的沒有說謊 那我不來了 再約了 再去跟她做 第五天 去的時間 做完 那她說 醫院就說不行了 她要出院了 出院不重要 她雖然住得很遠 那我去她家做了 那她說 好 想在家裡休息一兩天 那我就說 好 你休息一兩天 我再跟你做 怎料第八天 她親自打電話給我 她說 世伯 世伯 你不用來了 我現在可以駕到車了 我覺得 這個長生學 真是救人 真是救人的會 所以 我說 大家 當然知道 有甚麼事 你是學多長生學的 一定要去幫人 所以我說 長生學 這是救世的會 多謝大家